每日一股的環節家逢星期一的嘉賓 來自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阿萊 阿萊你好 先跟大家回顧一下 上星期一阿萊推介了一隻778 就是支付產業信托 先和大家回顧一下相比恒指股份一周的表現 大市方面做得差一點 跌穿了20,000點這個關口 最近是19,814點 眼睛來看跌了6% 相比恒指表現 778點稍為跑贏大市 雖然跌幅跌2% 上星期推介的建議 投資建議是7元買入 見到上星期最低位是7.01 暫時未來買入差一格 怎麼看? 我看回整體研778的股價表現 無論是上星期或今天 整體研跌幅都沒有大市 其實相關這類型的板塊 實質表現未必太差 看回旗下的零售物業的股值 未來我相信仍然會有價無價 因為現階段上星期都提及到 香港的零售市場仍然向好 我相信其他物業 無論是在舖租 在逐租後的表現 都會繼續有改善 這方面第一 可以帶動整體研究 租金收入上升 第二 零售市場做得好的時候 租金收入又可以有提升 我相信物業上的股值 仍然可以有所提升 所以你說未來出現業績之後 淨資產淨值 我相信都有所提升 這方面就帶動到 在折讓方面 現階段和每股資產淨值的折讓 有10%以上 所以我相信 未來來說 都會有利股價再向上升 最主要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 始終說近期來說 特別由上星期開始 市場將焦點 放回聯儲局退市等等的憂慮 但是就算聯儲局 真的減少買制規模等等 最多都會導致市場的流動性 資金沒有那麼充裕 但是你說會緊缺的情況 特別說香港這些發達城市 我相信未必會馬上發生 所以對於物業價格來說 不會造成一個負面影響 加息更加是一些比較遙遠 之後的事 我相信短期久也不會發生 所以我相信 這個股份仍然是值得 中長線投資 我覺得可以後悔 去到7元這些位置再去買入 只要將紙舌價 放回6元 我覺得這個股份 值得繼續中長線持有 好 繼續維持 之前的投資建議 7元買入 6元紙舌 目標價達到8.3元 看到指負差勤 現在這刻做人就是7.08元 手藝跌至近2% 跟進完上星期 為我們推介的股份之後 今個星期 又有什麼股份帶給我們 留意近期的市況 中港兩地的市況 都有一個很明顯急跌的跡象 我想最主要都是見到 其實你說見到外圍方面 雖然是做得沒那麼好 但是表現就不是太差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看到A股真的有一個明顯下跌的勢頭 為何跌那麼多 當然是說近期來講 市場的焦點落在 內地的銀根是非常緊缺 這個情況都拖累到整體現了 A股的表現是做得比較差的 但是我自己就衝敬了 未來來說 情況會慢慢改善 所以在這個情況當中 我會選一隻內銀股 跟大家推介 而這麼多隻內銀股之中 建議選了建行939 好 稍微解釋了為何會推介這個板塊 但是大家看看圖表上面就會明白 為何會對今次剛來推介這隻939 股份來說是有一點懷疑 其實見到內銀股方面 由股價年初至今來說 圖表上面顯示 大部份來講都是跑輸大股 為何你會選擇在這個時候推介內銀股 還有如果你看到股價方面的表現 建行而其實唯一一隻就是中漢方面 稍微跑人大股 為何不推介中漢 反而推建行 的確你看看內銀股這個板塊 整體而言 你看到跌幅都較大股為多 論基本因素 或者利膽因素 或者不明朗因素 內銀股這個板塊 的確存在較多的風險 實際上的基本因素好 其實都未必說真的特別多 所以你說其實論質素的話 就看回 的確是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 很多問題困擾 包括大家經常聽 地方債 不良貸款上升 或者息差收窄等等的問題 我相信仍然會持續 但是你又見到股價 或者整個板塊有一個明顯的跌幅 最主要都是說 其實是近這幾個星期的跌幅所反映 整體而言 銀股今年表現 跟大致相比來說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近期來講 有一個明顯的跌幅 最主要都是說在內地銀根上面 非常之緊缺 都令到整體現成的板塊 有一個明顯下跌的跡象 那麼多隻之中 之前都有提及到 見到中行的股價 相對來說跌得比較少 主要原因 其實看回這麼多的內銀股當中 中行在四大內銀股當中 無論是股值或者息率 是特別吸引的 最主要就是中行 本身在自己的資產規模上面 都存在部分的 好像歐洲、海外等等的債務主權 相關的問題 一直導致到股值相對來說偏低 但是今年年初那段時間 因為歐債問題 有一個明朗化等等的因素 以及見到首季業績上面 中行那麼多之中 是做得相對地比較不錯的 因為之前的基數較為低 所以帶動股價 在年初那段時間 炒上來的幅度都相對比較多 所以今次近這輪跌浪消化完之後 跌幅相對其他內銀股來說 跌得比較少 但是之前提及到內銀來講 今年來講都很多不明朗因素 所以如果要選擇 我都會建議選擇一些大型銀行為主 因為你看到 特別講緊緊的私房 講緊緊處 一些中小型銀行 面對著問題相對地比較大 特別好像見到今天那樣 民行 民生銀行 結果跌幅都相對地比較誇張 整體而言都沒有其他內銀 跌得那麼多 甚至見到招商銀行 由年初至今都跌近兩息 所以中小型銀行 我就不是真的太建議 因為存在的風險相對地比較多 所以如果大型銀行當中 我選建行的主要原因 第一業務比較穩健 第二就是承擔風險 相對地會沒有那麼多 所以在這麼多次之中 我會選建行 好 大家提及為何會推薦這隻建行 推薦這隻建行 當然有剛來不同的利好因素 帶給大家 首先跟大家做個提提 包括有 只要某些開始 實質基本面 基本因素方面仍然有穩固 但銀根耻絕的問題 未來 重複很勁欣 改善 此外 健康方面的股價 還有 wit 股價 穡 Luke 都為何 還有 現在 告示 只是第一件 Rider 例如 實質基本面 稍穏 2013年 首輒 業績 有 正利息收入方面增長了1.2% 至於非利息收入方面增長了1.9% 先和你跟進回正利息收入方面 雖然上年來說,按關聯來說也有一個增長 似乎相比以前的數字來說,這個增長有點放緩 至於非利息收入來說,會否真的會逐步去收窄? 對,我們看回內容股方面 雖然見到正利息收入仍然有個不錯的相位數字增長 但論增長速度,都見到正利息收入仍然有所放緩的跡象 但為甚麼都說歸入利息因素呢? 看回主要原因是建議健康或正利息收入仍然是強的 因為增長速度雖然仍然有放緩的跡象 但正利息表現到目前為止,都見到有雙位數字增長 為甚麼增長放緩呢?主要原因是在2012年年中的時間 中央進行過兩次的不對稱減息 其實相關的因素慢慢見到在去年的第三季沒有反應 第四季沒有反應,但是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業績上都見到開始反應了 始終說,存款仍然是處於一些較高的水平 反而見到借貸方面的利率下跌的幅度會相對比較大 就是不對稱減息所帶來的效果 所以未來來說,色差收窄是大勢所趨 但見到整體仍然都帶動增長雖然有個放緩 但勢頭仍然能夠保持著雙位數字 我相信未來進一步放緩 但留意整體仍然 都應該能夠保持著不錯的溫和單位數字增長 所以我相信想提及到的一點就是業務穩健 意味著未來只要維持著單位數字增長 我覺得情況未至於如此悲觀 好,接下來就是非利益收入方面 大家都知道非利益收入方面 當中包括理財產品方面的收入 再問你,其實利益產品來說 大家都知道內地的銀行業裡 所謂利益產品都有很多元化 亦有很多規管 再問你接下來,怎樣看這方面的情況 以及非利益收入來說 未來的增長會否和正利息收入方面都有放緩的情況 的確的,非利息收入相對的增長速度更加之快 看回今年初一段時間 中銀鑑都推出了 都宣佈了一些監管的措施 去收緊相關的理財產品 始終見到理財產品的過份快速增長 都令到整體現立 內地開始一些融資規模上等等都出現了問題 部分的理財產品牽涉一些信貸 或者是借貸等等相關的貸款的資產質素 相關的理財產品更加受到嚴厲的規管 未來來說 在這些這麼強的規管下 這方面這類型的理財產品的銷售情況 可能會轉差 都有機會帶動到整體現立非利息收入的增長 同時放緩 放緩是有一個趨勢 但是我自己預料一下 相反地 在非利息收入的增長上面 未必真的有這麼強勁的放緩勢頭在 為什麼 或者留意一下 最主要為什麼非利息收入特別整體 整個內容板塊 看到近幾年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當然第一就是這些理財產品的帶動 第二就是看回為什麼理財產品有這麼強勁的升幅 最主要就是 第一就是看回理財產品當中 一些好像保險、售險等等的銷售表現 做得相對地不錯 這方面始終在一些居民、市民要選擇去投資的時候 保險這方面的投資渠道已經撇除了 大家都不想用這個渠道去投資 第二就是看回A股 表現相對地比較差 所以也都是說 其實現階段你說內地的居民 要投資要選擇的渠道真的不多 理財產品可能他們是唯一的渠道 始終說一些企業債券 或者是跟放貸相關的理財產品 現階段來說仍然是深受歡迎的 再加上內地方面 通脹的問題仍然是持續的 再加上樓市上面 那個收益率又不穩定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理財產品仍然是深受歡迎的 再加上現階段來說 存款的息率都可以見到是每降月下 所以我相信你說其實很難 很難出現一個 存款利率上升的情況 去取代這些理財產品 所以未來來說 我相信無論健康也好 整體銀行也好 都會透過增加理財產品的回報率 去帶動整體延告非利息收入增加 所以就算剩利息收入 未來來說有一個放緩的跡象在 我相信可以透過非利息收入的增加 去抵消相關的利大名數 所以我相信你說今年來說 內銀股特別健康 其實今年業績未必說 會產品出現太差的情況 好,接著繼續跟進其他財務資料 看看正息差方面的數字 見到2012年全年來說 正息差是2.58% 至於2013年的首季是2.54% 按季來說 有少許減退也有預算 大幅度來說 反而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先問你 上年來說的不退稱減息 導致正息差收窄 大家都知道 但不退稱減息的後果 其實接下來會如何逐漸反映 正息差方面的數字 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因素 之前提及到的確 你說自從去年年中出現過 不對稱減息之後 正息差的確會收窄 我相信未來來說 可能都不排除 在第二季、第三季 甚至第四季會進一步收窄 但是想提及到 看回按季收窄的幅度 按季下跌了0.04% 其實整體現場 幅度真的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所以帶到整體現場 正利息收入 整體現場有個不錯的增長 所以未來來說 我都相信維持著一個 始終為何要選擇大型銀行 因為大型銀行在控制息差上面 相對地會比較有優勢 優勢的主要原因就是 看回 太存比率見到 整體現場好像健康為例 太存比率65% 按季有個下跌的跡象 都在反映著 即是他們在資金上 充裕的情況 是進一步改善的 始終他們在吸收窄 上面有更加高的優勢 始終在現階段來說 內地銀行面對著很大的風險 大家近期經常聽到 影子銀行等等的傷害因素 始終我相信當地的居民 即是內地的市民 對於內銀行的信心 都不是非常足遇的 所以大型銀行級存款 相對來說會有優勢 我相信這個趨勢 今年仍然持續 所以見到 在健康方面 太存比率相對地會較低 在65%的水平 其實見到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他們在欠存款的過程當中 相對地不需要更加激烈 所以他們未來的正式差表現 會較為好一點 所以相信未來正式差 會有收窄的跡象 未來來說 他們未必會帶動到 正利息收入 有一個明顯放緩的跡象 最後提到 除了在正利息收入 正式差表現之外 最後看資本核心充足比率 健康在今年年初 第一季的時候 有11.1% 其實都高於中銀鑑的要求 所以意味著 健康今年來說 應該沒有什麼融資的需要 這方面可以減低公股等等 相關的風險因素 最後提到不良貸款比率 整體現階段 不足1% 所以未來來說 其實見到 其實健康 由過往這三年 不良貸款比率 一直維持著1%左右 都反映資產質素良好 始終說不良貸款的時候 沒錯 地方債等等的風險仍然存在 但是自己看回 始終說大型銀行 好像健康為例 始終說貸款的佔比方面 按揭樓市方面的貸款 都佔了三成左右 你可以見到 樓市近期來說 內地方面 始終是有價無減 所以未來資產質素 應該會進一步改善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不良貸款比率 可以維持著1%這個水平 好 回顧完 2021年首過業績 之後都說一下 整個版法的近況 我們見到6月來說 整個版法做得一般 好像負面新聞來說 都比較多些 好像在銀根緊絕方面的情況 都在不同的報道裡都見到 甚至連中行三百八百都被傳 就是大缺水 令整個版法做得差些 好 大家都會留意 好像在螢光幕上面都見到 就是上海銀行同業拆息方面的數據 近期來說 都有一個抽星的現象 大家都關注這個情況 為何你會覺得 接下來的銀根方面緊絕的情況有所改善 看圖的確見到的銀行同業拆息 近期來說有一個明顯抽星的跡象 無論是隔夜一個禮拜 或者一個月的銀行同業拆息都見到 都抽星到近期來說 接近百里左右這些位置 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水平 最主要的確是之前提及到的 一些大銀行 好像中銀為例都有需要借錢 或者是出現內地 出現一個資金方等等的現象 但自己看回 其實之前那份表都看到 其實好像健康為例 目前來說資金手上 仍然相對比較充裕 貸存比率到65%左右 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也是處於一些較高的水平 其實他們真的出現一個 或者是銀根緊缺的情況 我相信未必真的這麼明顯 未來來說 中央亦都不希望銀行同業拆息 處於這個健康的水平 即是說八哩 還有這些位置 未來來說 我相信銀行同業拆息 會有機會下降 看回最主要有三個原因 看回未來來說 銀根有一個舒緩的情況 第一就是 其實為何特別講這個月來 銀根有一個明顯抽星的跡象 第一就是講IPO重啟 始終市場擔心未來7月份會有IPO重啟 那IPO一旦重啟 你真的未來預料在7月份的時候 市場的資金會進一步緊缺 因為需求大了 但是上個星期五周末的時候 中證監那邊都說到 有新聞部發言人說到 IPO重啟的時間表仍然未確實 未來可能在7月份 要重啟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這方面一個不明朗因素是消化了 我相信未來來說 銀行同業拆息有機會回落 因此而言 另外第二 銀行在上個星期五都表示 會以一個SLO 即是說的一些短期流動措施 去舒緩資金的穩定性 再加上其實未來而言 中證的確是有條件 再重啟逆回購等等 去舒緩資金 所以其實人民銀行未來而言 我相信都會積極地去解決 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從高位回落 這方面是會有利 內人後市而言出現一個反彈 最後提及到經濟數據 近期而言特別投資者都留意到 A股跌這麼多 主要在今個月公佈的經濟數據 整體表現真的非常差 這方面都是對股市下跌 但留意始終經濟數據差 其實都意味著中央要放鬆銀行 去維穩經濟的可能性 相對地比較大了 所以往後我們會探索 有甚麼原因 可以令中央進一步放鬆銀行 沒錯 市場都是期望衝勁人行方面 會放水 大中央曾經說過 不會胡亂放水 但其實要走甚麼指標 去到我們才能去 有甚麼啟示 人行方面 甚麼時候才會鬆手 就著不同的數據方面 應該怎樣看 好像PMI或CPI等數字 應該有甚麼啟示 的確的理由 看PMI整體現言 的確是一個比較參考性的指標 看回現階段來說 內地其實未來七月份 會公佈GDP增長 第二季的GDP增長 很大機會會回落到7.5%下 部分的一中大行 都維持著7-7.5%左右 其實如果達到這個經濟增進目標 都仍然是符合中央預期之樂 未來來說 會不會馬上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或者放寬銀金等等 這些措施 暫時看到未必可能性 但留意圖表上 PMI有三個位置想跟大家說 第一在A的位置 在2009年金融海小線影響到經濟急速防活 但看到PMI當年的製造業PMI 有一個急賽的跡象 都導致在A的那段時間 中央大幅下調息率 以及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去刺激經濟 包括當時推出了一些4萬億的救市措施 所以帶動經濟回誤 看到PMI馬上由谷底回升 這是近幾年來 中央第一次出手明顯地救市的情況 但到了B那段時段 的確經濟活動就從谷底反彈了上來 表現得不錯 但留意到2010年那段時間 經濟沒錯 是有個回升不錯的表現的跡象 但當年東央大幅放鬆銀金 減息或者減存款準備金率 甚至是推出4萬億的救市措施 帶來的副作用就是通脹的問題 這段時間 抵制造業活動沒錯沒錯 是做得好的 但看到通脹的回升速度真的較快 甚至是那段時間 去到年中那段時間 中央開始進行一些加息 調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等的活動 所以 帶動制度活動慢慢地轉弱 直至到到C那段時段 見到PMI再度跌穿50這個水平 那時候就觸發到中央開始去 收金、銀金的活動 停了 甚至再進行逆回購等等的活動 舒緩回流動性措施 直至到C那段時間 見到PMI開始回穩 長期處於連續幾個月 處於50水平流上 才開始停止回購 但以未來來說 特別見到匯豐PMI初值 見到其實近期來說 都有個明顯的跌倒 相信 你說7月份 7月頭公佈的匯豐 官方6月份的PMI數字 很大可能會再跌穿50這個水平流上 其實見到過往幾次都是 見到官方製造業PMI 只要一跌穿50水平流上 都觸發到中央 會放鬆的人 跟著回穩經濟 沒錯 你說的確中央未來來說 不會胡亂地去放水 去刺激製造業活動等等的因素 但是你說始終在講製造業活動 在內地經濟的重要性 真的非常之大 你說如果製造業 真的跌穿50水平流上 不斷放緩的話 我相信隔接息會影響到就業市場 等等的因素 這方面會間接性影響到內需市場等等 中央是不想見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網後來說 PMI真的跌穿50水平流上 的確我覺得會成為內地 中央放鬆銀金的其中一個原因 原因是到的 關於PMI的數字之後 一點點跟進去賣 就是CPI和PBI方面的數據 對於內人股方面 一些板塊上面的分析 先交給你剛剛來講一下 我看回內地的通脹情況 亦是為何我都覺得 在未來來說 有進一步放鬆銀金的主要條件 其實在圖表上看到 紅色線就是中央的通脹目標 是3.5% 現階段第一就是CPI的通脹 仍然是低於中央的目標 這方面的確會有利放鬆銀金 另外第二 整體現然的確看回 其實只要在紅色線下 就代表著可以放鬆銀金 其實是否這樣 就未必直接 但值得留意 就留意看看PPI 看到PPI其實近這期 連續15個月下跌 而且跌幅又越來越大 都反映一些原材料價格 物價等等 跌幅是非常之誇張 見到為何CPI相對地 仍然有個升幅 最主要來自一些食品價格 至今仍然維持著一個較高的水平 見到過往來講 特別在新年時份 見到食品價格急升 一度接近中央的通脹目標水平 亦都是那段時刻開始 帶動到中央開始收緊銀金 進行證回購等等 修緩內地的流動性 但是見到近期來講 特別在最新公佈的5月份CPI 見到明顯地轉低市場的預期 見到有個回落的跡象 最主要就是食品價格有個穩定的跡象 所以未來來說 現階段來說 PPI仍然有跌勢 如果未來來說 CPI當中的食品價格 升幅沒有之前預期中那麼大 未來來說 在一些原材料 工業產料那些價格 持續下跌的情況下 CPI的升幅 有機會逐步逐步收窄 一旦你看到持續下跌 即是意味著內地 有一個通縮的風險在 如果真的見到CPI的升幅 開始收窄 甚至去到接近1%以下的水平 這方面會觸發到中央方面的效率 那時候的確中央更加有必要 去放鬆銀根刺激通脹 所以你看到現階段來說 看到PPI或CPI的升幅 仍然持續收窄 甚至跌幅擴大的情況下 的確我覺得是會有條件 令到中央要放鬆銀根 去刺激通脹 如果中央真的有意去到 就是放鬆銀根 增加市場流動性的話 都是不外乎幾個工具 包括減RRR 又或者減息 甚至乎增加逆迴購的操作 先問你 其實你覺得哪樣的工具來講 可能性比較高 放鬆銀根的情況又會怎樣 自己看看逆迴購的操作 可能性真的非常之大 因為見到銀行同業拆息上面 現階段是處於一些 非常之不合理的水平 都反映到一些銀行 對於資金的緊絕 內地銀根緊絕的情況 是非常之嚴重 所以你說要未近未來 推出逆迴購 去修緩相關的流動性 的可能性真的非常之大 但是你說減RRR 或者是減息 相對兩者比較 我自己會看回 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的可能性真的會相對比較大 因為你看回圖表上面 綠色上面 就是講的是息率 借貸基準利率 看回其實現階段 經過2012年年中 減息之後 但是其實 現階段 其實講的是息率 跟在發生金融海嘯前 仍然是擁有一個 比較大的距離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再減息的話 就會變成 現階段的息率 其實同在09年那段時間 大幅減息之後 那個距離 不是相差太遠 這方面 的確是可以刺激通脹 但是到時候 可能都會導致 樓價等等的問題 再出現問題 再度升溫 所以減息的可能性 現階段看回 可能性真的未必太大 除非真的見到第二季的經濟增長 遠衰的預期 甚至連7%都保不住 否則我覺得減息可能性 就真的不大 相反來說 看回銀行存款 準備金率 見到近期來說 雖然從高位 有個回落的跡象 都減了不少 但是你說和之前 比較上來 現階段仍然是處於一些 較高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 減RR是有條件的 但是就要看回 就要看是否真的這麼快減 就要看7月份公佈的經濟速度 如果見到PMI轉差 甚至通脹放緩 或者通縮風險 進一步上升 的確我覺得後市 減RR的可能性 亦都不是排除是沒有的 好 接著是下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股值吸引 我經常都說 內銀股比較便宜 股值比較吸引 究竟在健康方面 吸引的程度有多高 跟大家逐一去看看 健康股價來說 由年初至今的表現來說 都跌了超過1.1% 我先問你 怎樣看這個因素 我看回整體現行 無論股價跌幅 都是比較明顯 之前在第一份表裡都看到 但是看回現階段 無論市盈率 股息率等等 都回落到一些 非常吸引的水平 市盈率 都是沒有6倍左右 而息率都接近6厘以上 這方面 其實整體現行看回 整體看回下一板 看到整體現行股價走勢 股值的走勢上面 無論在股值上面 黃色線 或者是紅色線的息率上面 其實是非常吸引 股值上面 處於一些歷史的低水平 而息率 也是近年來較高的水平 其實最主要 之前都提及到 內融沒錯 不利因素是非常之多 但是 其實看回整體現行 我相信 在股值上面 其實在不利因素 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如果未來來 盈利有增長的話 可以帶動股值 再進一步創新低 所以 我相信 之前都提及到 無論是淨利息收入 非利息收入 有增長 有放緩的勢頭 但是 未來仍然保持穩定的增長 在這麼低的股值下 我相信對股價仍然會有支持 所以 我的結論 就是 只要未來不會出現倒退的情況 在這麼低的股值 這麼高的息率下 我相信仍然有利於健康再進一步推上 問多一點 您好因素方面的情況 前一陣子也有說到 中央匯金方面 可以增持相關 來銀股方面 A股方面的股份 但是看到 當時的股價 整個板塊都沒有很大的抽升 先問你 如果接下來還會有這些消息的話 應該怎樣看回 就是匯金增持相關來銀股份 因為匯金方面都說 未來六個月來講 都會繼續增持相關股份 怎樣看這個利好因素 的確 匯金增持的確是未來的一個利好因素 因為看這個圖表上面都看到 在股值上都是處於一些較低的水平 這方面都成為匯金 未來來講會增持的主要原因 只要未來整體盈利保持穩定增長 的確是有利於股價回升 所以匯金我相信未來講 的確會持續增持 但是消息不能夠對內蘭造成一個 重大的利好作用 主要就是因為見到銀根緊缺的問題 真的非常之嚴重 銀行同協策息抽升的速度 真的非常之誇張 所以都令到股價仍然跌了下來 所以之前提及到的 只要銀根緊缺的問題略為舒緩 或者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我相信是會有利整個內蘭板塊 做一個技術性的反彈出現 講完你的因素 之後跟大家講講風險因素 大家都要留意 講到次季來說 經濟方面會不會明顯轉弱 當中包括留意 例如新增貸款 固定資產投資和工業生產價值等等的數字 應該會怎樣理解這個風險 我想始終見到第二季經濟做得那麼差 其實內銀方面 始終金融股 特別是銀行業和經濟的周期敏感度 息息相關 所以第二季的業績上 的確可能會較第一季 有一個明顯再進一步放緩的跡象 因為你看看 好像五月份的新增貸款 都遠差比市場預期的 未來來說 我相信六月來說 見到特別這個月 銀行緊缺的情況那麼嚴重 六月份的新增貸款 的確不能夠有太大的衝勁 再加上無論是工業生產值 或者固定資產投資等等 速度有一個明顯放緩的跡象 所以在第二季的業績上 相信真的會再一步轉差 這方面會是內銀股 未來來說 其中一個調整的壓力 但是相關的因素 其實我相信在股價上面 反映到七七八八 亦都是因此 所以股值處於這麼低的水平 所以其實只要未來來說 都是提及那句 銀根問題方面 略為舒緩的話 我相信有利股價 再再一步重拾升勢 另外風險因素 就是留意到內地樓市方面的情況 看到樓市方面持續升溫 泡沫經濟的風險 內地樓市和內銀股方面的關係 我想內地樓市的最主要原因 始終遷涉到貨幣政策 之前提及到 其實今次推介內銀股最大的因素 就是衷敬未來來說 貨幣政策有機會放寬一點 包括進行逆回購 甚至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但是你說要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的確是有一個很大的難度在 因為看回最新的經濟數據 內地七十大城市到現階段為止 仍然是有一個明顯的上升洗頭 在那裡 都反映到其實中央現階段來說 去壓抑樓價上升的動作 其實還未完 所以你說未來來說 是不是可以貿貿然這樣 去放寬銀根去減ROR 即是減3個ROR 即是說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去刺激經濟 是有難度在那裡 那樓市一天仍然升溫 這方面都會限制中央放寬銀根的問題在那裡 自己看回在樓價和經濟上 的確中央現階段來說 會關注樓價為主 但是如果見到PMI 真是進一步有一個明顯放緩的跡象 始終說製造業直接影響就業 就業情況一轉差的話 我相信很容易會引起泡沫的情況發生 中央都不希望見到 所以我相信未來講 仍然會有條件去放寬貨幣政策 最後要說到地方債的問題 依然是嚴重 不能貸款方面 繼續有壓力在那裡 今天也要問回阿奈 講到內地銀行業方面 大家都會想起這些相關的問題 還有影子銀行的問題 一直都困擾著內地銀行業 其實應該怎樣看 這些類型的傳聞或者這些問題 我想你看回地風債的確是 內地銀行裏面一個最大的問題 亦都是在短短兩三年間很難去解決 但是留意始終相關的因素 我都相信其實在估值上面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為什麼見到內銀行股這幾年來講 盈利仍然是保持著上升的勢頭 仍然是保持著一個不錯的雙位數字增長 但是估值股價仍然是每放月下的 主要原因就是地方債的問題 真的比較相對的嚴重 但是其實留意地方債的問題 雖然是仍然嚴重 但是你說見到特別在過往這一年來講 嚴重的情況都未見到有進一步惡化的了 我相信往後來講 只要你看到中央現階段來講 嚴格地監管每個地方債 不會再互聯發債 或者不會再互聯借錢等等 這方面的行為 或者反相關的貪污等等的行為 的確會慢慢長遠來講 會有利地方債的問題 慢慢地舒適 所以整體言論 其實為什麼內銀行股值這麼低 或者是息率這麼吸引 最主要是相關的不利因素真的非常之多 但是我始終都認為在股價上面 或者股值上面已經反映到七七八八 只要未來中央稍微有少許政策 放鬆銀針等等這方面 才做出行動 我覺得有利來人這個辦法 再進一步更好 好 討論完這個股份之後 最後也要跟你講講投資的建議 我們見到今天大市跌了這麼多 這一刻都跌成466點 做的是19,796點 現在推薦這個股份的時候 整個部署應該如何 見到股價來說 最近都比較做得差一點 之前來講五個七五幾 比較多一點支持的水位 都很驚訝跌下來 現在是5.09元 現在來講都跌接近2% 應該怎樣去投資這個股份 看看建行 特別說近期來講 跌幅相對非常驚訝 整個六月份都差不多 跌了接近兩星 所以看回 其實真的有超賣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現階段來說 如果有一個中線的投資心態 我覺得都可以差不多這些為止級 所以我都建議 可以後快點低位 去到5元這些位置買入 將指設價設在4.59元 目標反彈目標 只要中央未來可以真的有些措施 包括逆回購 或者進行減RR等這些措施 我的確會有利版費 作出一個反彈 而反彈目標 我覺得可以先看回5.65元這些位置 好,謝謝安奈 有非常清晰的介紹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之後跟你做一個申報 自己有沒有持有建行? 沒有持有 謝謝安奈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一節節目 稍後可以登記我們的官網 下一節將會是問題環節 如果大家想問具體問題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電話 電話是204-6566 稍後談吧